大家好,我是Stan 男团爱婚成员Pubby 今天突然公布了结婚以及未婚区怀孕的消息 今天下午,Pubby在IG公开了一封手写信 大家好,我是Pubby 今天有个一定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所以在苦恼了很久写下了这篇文章 我与我相爱的人约定结婚了 然后9月就要当爸爸 因为有了新的家人,所以很高兴 但是想到因为突然的消息而感到困惑的粉丝们感到歉意 应该要更早告诉大家的 因为我的消息伤心 或者是困惑的人 真心的道歉 我会成为不辜负成员们,粉丝们,父母亲的一个人 为了不造成一直等待哀捆活动的粉丝们,成员们困扰 我会更加努力的 因为是太突然的消息 甚至下个月就要马上成为爸爸 所以Pubby的结婚消息在韩国论坛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孩子9月出生现在才发表 哇,过个想做的什么都做的生活 什么都是你的人生最优先吧 只有粉丝们是真心 哇,真的好讨厌 为什么我的心会碎呢? 粉丝们好可怜 是把粉丝们当什么的话会这样 说实话是有孩子了才结婚的 不算是喜事吧 才26岁就这样 真的是太过分了 Icon明年合约到期 如果粉丝们骂她的话 路人们应该又要说 都负责了为什么要骂吧 之前是欠,现在是Pubby 真的是太傻眼了 但是也有少数网友们表示 不过最起码负责任了 所以看起来并不是不好 都有了能怎么办呢? 说会负责就可以了 只是粉丝们很可怜 Pubby也是考虑了很久才说的吧 不要太责备了 不过跟上次不一样 这次最起码道歉了 所以算是有诚意了 因为之前有过欠的事情 所以不是什么大冲击 就像一位网友说的一样 粉丝们的打击应该会很大 但是可能是因为 之前有过欠的事情 所以对于网友们来说 没有说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对于Pubby的结婚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过欠的事情 不过欠的事情 如果您的帮助 感谢观看